欢迎各位收看最新一集 《文杰讲播经》 这一集是一集特备节目 跟大家说 无声无息突然间告诉你 2030年的世界杯的主办权 已经公布了 来自六大国三大州份联合举办的世界杯 当中的关键人物 国际足协主席殷凡天劳 他自己搞大了个饼 这个饼应该如何去分配 如何去吃法 当中又会牵涉到什么的利益呢? 好,今集节目和大家一起去分享 正式进入本集节目 在此再次呼吁各位的球迷巴打 如果喜欢本片的话 记得按个赞去推动支持本片 对于你们来说 是一个完全没有经济负担的举动 也是出了最大能力的支持 当然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好,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的 2030年的世界杯的主办权 很突然宣布了 这六个国家来自 南美洲的胡乃桂、牙近廷、 巴拉桂 以及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 再加上非洲的摩洛哥 这六个国家的比赛场地 各方面的权利是如何去分配呢? 到底出现了什么斗争呢? 这些什么争夺呢? 已经呈现了一个很紧张的关系了 10月4日 国际据协宣布了 2030年的世界杯 将会在三大洲六个国家 联合举办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虽然说南美洲那方面的代表 胡乃桂、牙近廷、巴拉桂 即是象征式举办 每一支球队的第一场比赛 即是合共三场而已 剩下的101场比赛 将会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 要了解这个场地的分配 一定要知道到底是踢多少场球 过去以卡塔尔世界杯作例子 32强的决赛周一共踢64场球 但现在是48支球队参与的决赛周 一共踢104场球 单单12个小组 每小组4支球队 每个小组踢6场球 那里已经去到72场球 出线到32强进入16强 即是那里有16场球 去到16强进入8强 那里又有8场球 去到8强进入4强 又有4场球 4强 以至去到贵军战 决赛前后又加上4场球 一共是104场球 去到这一刻 你可能会更加清晰地反问 2030年的世界杯的主办权 这么早就宣布了吗? 其实2023年10月4日 已经宣布了世界杯的主办权 哪个州份哪些国家 刚才都说了 在时间点上是有点突如其来的 因为这个并非本身安排的时间表那里 所谓确认公开公布的主办国的时机 甚至乎连获得到最后主办权的西班牙 即是其中一个国家 他们的民众都不明所以 这么早就宣布了吗? 以为一直在争取新办 还要等多年多的 没错 按照国际据协的时间表 正式提交主办申请应该在2024年的7月 而投票选择主办权 应该是去到2024年的12月份 在国际据协的大会上 才公开落实宣布 即是前后一共提前了一年有多的时间 宣布哪几个国家成为主办国 现在主办国就公布了 但正式确认仍然要等回 按照时间表本身 就是2024年的12月份 国际据协提前了一年有多的时间 公布2030年世界杯主办权的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根本缺乏了竞争新办的对手 目前为止 南美洲回到就只有这三个国家 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 欧洲就只有西班牙、普通牙、非洲 有过后来加插的莫洛国 大家众所周知 沙特阿拉伯的联赛 今年的下季疯狂收购球员 花了这么多亿 但是他们本来一个最大的愿景计划 就是在2030年举办了这个世界杯 但是被告知 2022年的世界杯已经在卡塔尔举行过了 你们要等一等 所以沙特阿拉伯就退出了2030的世界杯 当中还有其他因由的 等待会再说 沙特现在就是专攻2034年的世界杯了 所以实际上这个2030的世界杯的主办权 就只有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 以及这边的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国去竞争 但是国际捉协非常担心 他们担心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 你看看他们国内的经济环境形势 不太多了 有没有实力去承办世界杯? 所以最终有实力 拿了2030年世界杯的主办权 就只有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国这三个国家的联合申办 还有周边的消息就是这样的 西班牙部分媒体透露出来的讯息 这次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国这边的名义上 就把开幕式给了南美洲的三个国家 即是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 他们的三个国家 他们的三场比赛都是属于开幕式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较早之前 西班牙捉协主席鲁比亚来斯 在西班牙女子队奪得到世界杯冠军的时候 大家都记得这件事了 在颁奖台上 亲吻 应该说强吻 他们的女子队员香莫素这个事件 令到引起一些风化的舆论 另外西班牙最高体育委员会主席 佛朗哥斯也说到了 在这宗哲敏事件 我们叫强吻事件 发生了之后 西班牙申办2030年的世界杯 在形势上出现了一些变化 形象上有很大的损害 不过最有意思的就是 令到南美洲三个国家 获得主席开幕式 实际上最伤害的又不是西班牙 是葡萄牙 因为本来就是说 把正正式式国家世界杯的开幕礼加 这个蝎幕战 就放在葡萄牙那里踢的 那现在怎样呢? 南美洲那边有三场的蝎幕战 那我这场蝎幕战是什么的蝎幕战呢? 作为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三个国家联合申办2030年世界杯这个项目里面的 最主要的主办是国 西班牙起初预计他们国内有11个球场参与世界杯的举办 不过这样 我们又说到这个争议的问题 随着摩洛哥的加入 西班牙最终能够为人民服务提供出来球场的数量可能会减少 不是他们不愿意提供 是摩洛哥要争的 但是毫无疑问 2030年世界杯的104场世界杯比赛里面 大部分的比赛 仍然会在西班牙国内举行 根据西班牙政府的初步估计 举办世界杯将会为 西班牙带来超过100亿欧元的经济收入 在这里也要再复述一下 努比亚·来斯这位现在叫做前西班牙组协主席 他那宗强敏事件 产生的影响就是告诉大家 原来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的 说一说大概背景的因由 大概从两年前起 西班牙和葡萄牙一起联合申办2030年的世界杯 当中不只是她只有两位 还有一位巴打的 就是乌克兰 那大家知道乌克兰是什么 目前因为 Analysis 笠入见厨 Bing 而退出 所以从乌克兰直协主席 西班牙、葡萄牙仍然要拉拖多一位盟友 这位盟友就是... 过去曾经五度申办世界杯 是失败的 摩洛哥 加入赛后 还有摩洛哥可以争取多些非洲区域的选票 使得成功率好像大大提升了 但有些人物就很不生性了 说回今年8月份的 女子足球世界杯的颁奖典艺仪式上 在颁奖台上 西班牙拿冠军 时任的西班牙足协主席 鲁比亚来斯可能一时兴奋过度 抱着女子球员香莫素就嘴 他认为是很得体的一吻 但是是一个强敏 对方事后也表示感觉到嘔心 这件事件在西班牙足协内部 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荡 最惨的是鲁比亚来斯一直在否认 认为他觉得这样做没问题 还在死撑 甚至引来国际足协各方面的介入 最后鲁比亚来斯当然 在压力下是需要辞职的 就由这位仁兄柏道乐茶出任代理主席 据协其他高层一朝天子 当然是进行大幅度的更换 这件事件一出 外界一度认为 西班牙能不能成功申办世界杯架 这就很大的质量了 而实际上虽然据协内部最近 他们在过多月的时间里 经历过一个不小的动荡 但是又这样 西班牙申办2030年的世界杯极尽 他们仍然很冷静有条不民地推进 在今年的9月16日 刚才说到的这位人物 西班牙足协代理主席 柏道乐茶就和葡萄牙足协主席 费兰道哥美斯 以及摩洛哥的足协主席 尼克亚 进行了这个挫商 共同商讨为大家合办申办的事项 结果在一个星期的时间 三方面也加快了会谈 乐茶最后 在西班牙足协的总部 接见了其余两个主办国的足协主席 就是哥美斯和尼克亚 最终等待结果的揭晓 也出动了一些政坛人物 就是西班牙的首相 柏道山齐事 他利用到前往纽约参加 国际经济论坛的这个契机 同样前往纽约的国际足协主席 因凡天路进行一个会面 就是这一位 在会面过后 柏道山齐事 通过社交媒体表示 他说西班牙将会坚定 与葡萄牙、摩洛哥合作 以一个红心勃勃的项目计划 举办2030年的世界杯 国陆的政要人物、机关 各方面最大的国际足协 打通了进行一系列的会面 结果 卢比亚来斯事件的影响 比大家想象之中 比大家担心之中 是许多 结果西班牙也可以暖痛 葡萄牙、摩洛哥 拿到这个世界杯的主办权 西班牙媒体的报道 就这么说到的 2023年10月4日 是西班牙历史性的时刻 我们将在时隔48年之后 再度举办世界杯 这是属于他们的很振奋的时刻 这个振奋时刻我自己也有感触的 我会放到节目最尾段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触 西班牙的阿斯部 也赞文地说到 就是说 在谈论足球的同时 当然也要谈谈钱 就是经济上的问题 西班牙主办2030年的世界杯 将会带来 可观的经济收益 根据西班牙政府初步的预测 初步预测 2030年的世界杯 将会为西班牙 带来超过50亿欧元的商业收入 同样超过50亿欧元的 旅游事业收入 还会制造超过 8万个工作崗位 对于疫情过后经济 明显滑波的劳动力市场 也有相当不景气的经济 西班牙来说 这个毫无疑问 是一个非常可观的经济收益 也是振奋人心的 南美洲那方面也说一说 阿根廷那方面的记者 就是这样评论的 他说南美洲足协主席的 这位杜明高斯先生 就得到一些特权 他首先披露了 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 是得到主办2030年 世界杯揭木战的权利 搞到媒体就以为 蛤?搞得揭木战? 我们得到主办权吗? 但是那边欧洲那边 西班牙、葡萄牙和非洲的 摩洛哥很强劲 我们根本的胜算是很低的 是不是有希望的? 但是这个希望是真的 最终凭着 南美洲足协主席的 这个世界杯2022年世界杯的节目直播当中 我都不断提到这位阿根廷足协主席 塔比亚 是大大大力改善了 这个阿根廷足球的气氛的 由当初很负面、很腐败 所以美斯拿到世界杯 要多谢的不是为他一帮打生打死的队友 其实是这个阿根廷足协主席塔比亚 最终塔比亚也有份加入了 一起跟欣范天奴谈谈 所以就得到了开幕式比赛的权利 所以南美洲三国失望之余 也不是很失望而已 说回了,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 作为东道主 将会获得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 一样直接进入48强决赛州的资格 但是南美三国只会在自己的国家里 踢一场比赛 而且他们的第一个对手 将会在小组分组里面 属于国际足协系数排名最低的国家 踢完揭幕第一场比赛之后 其余他们的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 将会飞到西班牙、葡萄牙或摩洛哥那边 进行其余的世界杯比赛 大家会想到 既然南美洲三国家的第一场比赛 又被誉为开幕式或揭幕式 本来葡萄牙作为主办国之一 本来想着放在葡萄牙那里举行的 就是说揭幕式 现在那边又有三场 葡萄牙那边又有一场 而葡萄牙那边那场 本来就是属于上届的冠军 有份参与的 就是2026年的世界一般冠军参与的 现在马拉圣有四场揭幕战 对于葡萄牙的唯一 那样东西来说 就有很大的影响了 不过回覆 最大的受益者 2030年的世界杯 对于振奋国内经济来说 那些受益者就是西班牙 按照西班牙捉揭幕前确认的消息 本来他们在国内的体育设施 已经很完善了 数一数 巴拿贝、老营也改建了 本来都够大、够豪华的了 所以西班牙政府预计 这次举办世界杯 其实他们只需要投资 14.3亿欧元 预计而已 通常经常的数字 到最后都会超资的 他们初步预计是这样分配的 7.5亿欧元就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 另外6.8亿欧元就用于赛事组织的支出 这个数字如果对比 卡塔尔世界杯 用了2000亿 美金 巴西世界杯也150亿 美金 现在西班牙只是14.3亿欧元 数字根本没得比 是低很多很多 不过人家是一个国家 独立成败 要先说明 目前西班牙已经有15个球场提交给国际足协进行复核 当然最大名气的班牙杯球场 老营球场之外 马体会的主场 大都会球场 不以包的主场 圣满梅斯 举办过2021年欧国杯位于西维尔的卡尔图哈体育场 等等也是在提交的球场名单当中 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这边一共会有14-16个球场去举行世界杯赛事 以14-16个球场里面 西班牙可能占了11个 而这11个球场当中有5个都已经几乎是肯定的了 这个也不需要再多说 到时再看公布 同时根据西班牙捉挟透露的消息 葡萄牙那边他们是资机的 分三个主办球场 足够了 分别是里斯本光明球场 里斯本竞技体育场 以及波图的巨龙球场 这样分成那三个本来西班牙和葡萄牙 就打算分给摩洛哥一个主办场地 或者叫做一个主办球场 摩洛哥的红心壮志远远不止于此 毕竟他们之前申办过5次世界杯都失败 这次他们有机会攀附西班牙和葡萄牙一起合办 不是来玩 不是来蹬脚 不过大家又会有疑问 世界杯的主办权过去不是通过投票的吗? 这次直接被国际促协宣布了 会不会更加有黑幕 你可以这样想的 涉及到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这三个国家 他们之间的协议是怎样签的呢? 可以告诉大家协议肯定未定了 刚才说到场地分配已经有问题了 现在几乎可以肯定 摩洛哥的要求 西班牙一定不多想受的 摩洛哥是想要至少 12个小组里面其中3个小组全部要在摩洛哥那里 全都要在摩洛哥那里 摩洛哥要求是有6个主办的地区 6个主办地区就是告诉你 需要有6个球场 西班牙就达不到 有11个球场举办世界杯的权利了 这样对于经济上来说是影响深远的 摩洛哥那方面要求 甚至乎要求两场的 准决赛 准决赛 都要在他们那个著名的地区 Casablanca那里踢的 甚至已经被西班牙政府 作了一个很重要的比赛安排的方案 即是安排给你 摩洛哥真是恶了 他说你们决赛在班牙贝那里踢吧 欠贵军那场 在老营那里踢就行了 两场的 Casablanca那里打吧 当然了摩洛哥是后来者 取代这个乌克兰 摩洛哥也很懂得做的 就不会说想拿走你葡萄牙举办 那个开幕式的那场揭幕战 但是既然是这样的决赛 又留在西班牙踢了 那我是什么 那我当然是分回你两场准决赛 在他们的角度来说 理由是相当充分的 同时间因为他们将会为世界杯 投入一个巨额的资金 说明他们不是来蹬脚 不是来坐下玩下的 他们将会在Casablanca那里 修建一座 10万人的球场 这样的规模 你放回西班牙 10万人 都只是老营球场 可以比美的 另外 摩洛哥还将会在另外一个城市 丹吉尔 逆音逆过来 就会修建一座 6.5万人的球场 另外一个城市拉巴特 就是他们摩洛哥据协总部 那地区就修建一座5.5万人的球场 在其余三座的城市 就修建4.5万人入座率的球场 即是说摩洛哥这次参与主办2030年的世界杯 不是随便的 而且是要跟西班牙一样 获得相当的尊重分量 真麻烦了 OK 按照国际捉挟的规定 去到淘汰赛阶段 球场的容量必定要超过4万人 去到Semi-Final 容量一定要超过6万人 而决赛和揭幕战开幕式 都必定要超过8万人 这样的规定制造了一个难题 看回葡萄牙现在 他们的三个球场 光明球场 巨龙球场 李斯本体育竞技球场 其实入座的座位 都不够8万人 除非你要加建 从目前这个状况去看 如果按照球场的容量 实际上可以承接到 开幕式和决赛 就只有老型球场 班牙贝球场 和未来 轻建好的 Casabanker 那个球场 所以最终三个国家 肯定要分配成立一个工作的小组 大家分配一下 利益位 这个饼 怎样画 怎样分 怎样去吃 刚才说到一个重点 就是西班牙如果拿不到 11个球场 举办这个世界杯 如果让你摩洛哥 居住一大决 例如只剩下8个 甚至乎7个 他真的不肯过你 西班牙 我觉得这宗风波 国际足协主席 因凡天劳 有时要调停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世界杯这样的大型赛事 很多主办地区城市 获得一个大兴土木建设的机会 大兴土木建设 制造当地一些就业的机会 影响经济效益 相当之深远的 所以就算在那个国家 本身里面的这么多城市 除非一些本身很有优势之外 本身可能争取主办权利 都可能会欠崩头的 你说突然之间又加多个摩洛哥 都不是突然之间的 但他们的要求又不是太过分 但是分配了你的利益的话 西班牙还能达到超过100亿欧元的收益呢? 这就真的很难说了 经济背后同样有一个关键的人物推手 就是国际足协主席的因凡天劳 2022年的世界杯之后 处理2030年的世界杯的申办 就成为了因凡天劳 在现在这一刻的工作时间表上 一个重要的内容 因为你要知道 之前大家记得的2018年、2022年的世界杯 那两个主办国宣布之后 大家认为 充满黑幕、百里达的事件 因凡天劳绝对不想 沾上污名的 但是 在今时今日 如果你按照程序进行拉票投票 一定当中有很多 黑箱作业的事件 而在这个信息 高度发达的今天 或者透明度甚高的这个世代 再一次因为这些投票的丑闻 被揭发了 大大影响到因凡天劳 个人本身 当然是 之前说过了 本来沙特阿拉伯 就是竞逐2030年的世界杯的申办 但是你会发觉他们突然之间 好像没什么火气的 就说退出申办 背后可能得到因凡天劳 做出了对他们 2034年世界杯 给他们申办成功的承诺 而沙特阿拉伯本来一到有意 就联同埃及和希腊一起申办 如果这样 沙特阿拉伯不肯退出 联同埃及和希腊一起申办 引致到一场巨大的 分裂的问题了 因为如果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有照去的 他们是属于欧洲和非洲 现在沙特、埃及、希腊 就是亚洲、非洲和欧洲 如果这样两派人一起竞逐的话 那些选票的分流、拉票的丑闻 都一定的了 几可肯定会推出来的 因凡天劳说 不要 千万不要这样玩 所以第一个 就说服到最多钱的沙特阿拉伯 忍一忍 忍多几年才 举办世界杯是需要一个很高的标准 那是不是从此画上一个句号 对于一些比较穷的国家来说 都没什么机会呢 但是 欣凡天劳懂得玩 喂 要你这些穷的国家 举办一届世界杯 当然能力不足 整届啊 一场你得了吧 一场不是问题了吧 OK啊 一场真的不是问题 而且南美周竹劫 是欣凡天劳的长期支持者来的 是他一个丰厚的票员的来源 在情感上 他也不想被南美洲那方面的国家失威的 所以 就被他们在前三场的比赛 都在南美洲这三个国家里打 这个方案叫做 极度聪明 大家快乐地解决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事实上呢 你问他们吧 你叫乌拉圭自己 喂 不用选了 就被你射了一届世界杯48队的 射不起嘛 大哥啊 这三个国家里面 再重申一次 乌拉圭本身就是世界杯历史上 第一个主办国 和第一个世界杯冠军 阿根廷同样是殷范天劳的铁粉 今年很重要啊 真是很重要啊 2023年 可能大家忽略了这个点 就是临时出手接了一宗 原本在印尼举办的 2023年的U20世界杯 比赛当然 就这么说 原本是印尼搞的 但因为他们不让以色列参加 所以FIFA就决定 你不让以色列参加 我不让你搞 你不让他搞也要找人搞的 阿根廷 啊 臨时捱意气接手啊 就是这样 而巴拉圭也是一样的 巴拉圭长期把持着 南美洲足协 是殷范天劳最初 当选这个FIFA主席的 一个重要的支持者 在现在的体系里面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 要独立承办 有48支球队参加的 世界杯决赛周 都是不太现实的 甚至乎有很多原本 今年独立承办24队 或者是32队世界杯决赛周的国家 他们都没有能力的 是不是这些 但现在 没有能力都变成了有能力了 大家可以乱问 一起去搞这个世界杯 这个玩法呢 我觉得 都是一个可行之法 第一 每一个国家可以减轻风险 第二 你的主板可以直接进入世界杯 先不讲国家的球队实力 先讲参与度 的确是人人happy的 本来去到48支球队参加世界杯 我个人是拍台拍灯反对的 我觉得世界杯精英化 由16队到24队 够了 由24队到32队 够了够了 不过你说涉及到 多个地区 可以带动到经济效益 这一件事 我没得跟你讨论 虽然经济我不是太熟 不过 明白的 在现在这个环境 大家有钱赚 才是最重要的 也减轻风险 实际上我们来看看 你说摩洛哥 我刚才说到你的资料 会兴建一个 10万人的球场 在那里 Casabranca 我觉得这些 是有个风险的 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 为了迎接卡塔尔世界杯 他们国内 大肆兴建球场 大家应该听过的新闻都知道 球场举行完世界杯之后 有很多座位都要拆走 其实这些举动 是劳民伤财的 甚至球场的佔用率是很低的 我记得一宗新闻 就是他们要拆掉一些座位 卡塔尔方面 某些球场 那些座位搬去哪里 就搬去给乌拉圭 如果乌拉圭是可以举办成功世界杯的话 那现在 都可以搬得到过去 相信一下 虽然他们只是踢一场比赛那么大把 不是说人力物力 不是说制造就业机会 而是建了这么多硬件设施 到头来 你要举行完世界杯 就放弃去採用的 或者要拆射的话 其实这些都是 劳民伤财的一种做法 但是如果大家合办的话 毫无移民将这种风险 是尽量降低呢 然后最后要说 两点 其中一点就是沙特阿拉伯的方面 大家知道了 2026年的世界杯在北美举行 美国 加拿大 和墨西哥 2030年的世界杯 美洲三国 以及欧洲的西班牙 葡萄牙 再加上摩洛哥 三大洲都照顾得到 2034年的世界杯 也轮回亚洲 还是大洋洲那方面举办呢 沙特阿拉伯毫无移民处 一个挺有利的领先位置 唯一的移民就是 到时沙特阿拉伯 不会独立承办的了 会抹抹什么盟友 按道義 应该会邀请埃及和希腊 还是会有其他的 选择呢 本来按气候 大家要想 如果沙特阿拉伯 成功申办的话 到时气温是怎样呢 如果他隔离的就是卡塔尔的话 卡塔尔也要搞到冬季才举行 沙特阿拉伯 可能又要再一次冬季世界杯 沙特阿拉伯 2034年的世界杯的申办 到时会担心一个竞争者 这个竞争者 就是中国了 最重要了 这一点 如果中国举办的话 香港呢 澳门呢 同样可能会射 一两场比赛过来的 我单单说香港 以香港的能力 放在启德那里踢吧 到时 老实说 不要说一两场 四到六场 香港都能吃得起的 当然啦 会不会分这么多给你呢 中国拿到主办权的 香港 都有机会 直接进入世界杯决赛周的了 当然这个是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去这样说而已 一切现在都是一个德国港字 如果香港可以踢到世界杯的 那大家会怎么看呢 那种期望 到时那种期望的气氛 说的是三四年 是十一年之后 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的环境呢 到时其实会不会 在东亚地区这边的天气 夏天都已经到这边 都不适合踢世界杯呢 不适合在那些月份比赛呢 现在的气氛不断每年上升 或者中国 又或者会不会跟中日韩三个地区 一起合办世界杯呢 又或者都可以的 事隔48年 在西班牙再度举行世界杯 他们之前举办那届是1982年 对于我自己本人来说 是一个永世难以望灭的时刻来的 因为那届世界杯 那时候还是自己是年轻 刚刚读错证了 就是第一次 可以是自己在家里 完全掌控他收看直播的 一个世界杯赛事 因为再对上1978年的世界杯 阿坚廷举行那时候 自己还是比较小一点 看电视都要受到父母的规范 但是去到那一刻 我那时候读中一的 已经是我完全自己掌控 我记得那届世界杯 由整届赛事 以至到之前那些Lead In的节目 如何让球队进军世界杯 真的连汁都混合 那时候又买了足球杂志 足球世界 英国足球画策 我就在那个年代 对足球肯定了 浓厚的看球兴趣 得到1982年这届世界杯的加持之后 那我从此与足球 或者叫做看足球 结下一个不解之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最重要是一件事情 幸好我们没有听到 云家所说的两年举办一道世界杯 四年够了 但是四年一度的世界杯 一届有一届的期待 我发觉我的人生的寒暑表 就跟这个世界杯走的 就不是跟这个年份走的 好像每四年有一届 每四年有一届 我人生就跳到另外一个阶段 有另外一个阶段 其实如果问回你 不要说太远了 2018年的世界杯 可能那时候围绕住在你身边的人与事与物 有很多都已经疏离了你 或者回到过来跟你更加亲密 都未定 但是肯定会有一个改变 人生就是这样 一个一个步骤 一直跳下去 这是不能停止的事情 这是定律 就是这样的 四年又四年 四年又四年 我告诉大家 去到2030年 西班牙再举办世界杯 小弟都已经 都不是小弟了 都已经六十有一了 那么 西班牙两次举办世界杯 自己由一个年轻 去到一个长者 搭车都可以用两蚊 或者到时又不止两蚊 这样的 所以有些唏噓 都有些感触 就是这样的 估不到世界杯 才是我人生的一个 黑滑的寒鼠标 当中这几十年来 也经历过不少 有很多人离开了 也不断认识到很多新的朋友 包括了球迷 都是 看球迷就是这么有趣的了 你能够看得到多少届世界杯呢? 当然你越能够欣赏多届 就是你一种的福分 你又是从哪届世界杯开始正式欣赏的呢? 哪届世界杯对于你来说是最印象深刻的呢? 又或者看到你最入心入肺的呢? 或者是你最寄望大 而有失望最大的一届世界杯 相反 有哪一届是令你起出望外 这么大开心 这么大寄望的呢? 你问我 我是1990年的世界杯 因为西德拿了这个世界杯的冠军 那年势如破竹 由头到尾都是备受好评的 好了 关于世界杯的欣赏历程 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深刻的体会 可以是讲球队 可以是讲你当时的生活 不介意的 可以在我Youtube底下留个言 大家交流交流 OK 今集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